上一秒大家还都在等地铁 可下一秒就都纷纷跳下站台自杀 只见地铁站瞬间乱作一团 男主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他跑到街上时 他发现整座城市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 只见人们四处逃窜 就好像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容不得多讲 老白立即冲到学校找女儿 可就在他来到女儿教室时 却发现班主任已经死在了讲台上 老白心头意紧 还好他很快就在教室的角落里找到了女儿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老白知道 现在要赶紧带着女儿逃命 可就在他和女儿逃到学校大厅时 门口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老白见状赶紧带着女儿躲进教堂 此时坐在教堂的神父却突然叫住他 神父告诉老白 这一刻他等了一辈子 如今真的被他等到了 老白不明白神父在说什么 神父接着说道 你应该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只要你走出去睁大眼睛看着天空 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真相 老白是个无神论者 神父说的话他当然不会相信 随后他就带着女儿和妻子成功会合 然而正当一家人准备逃离这座城市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妻子死后的第二天 老白的女儿就开始发高烧 没多久 女儿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自从妻子和女儿死后 老白就每天来到教堂祷告 他认为是自己对神父的不敬 才导致妻子和女儿丧命 然而就在这天 老白突然发现教堂里的神像竟然动了起来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神父对他说的那些话 紧接着他便来到街上 此时外面已经是世界末日 整座城市空无一人 只见老白爬上楼顶 用望远镜开始搜寻幸存者 没多久 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 很快老白就来到了女人面前 此时女人也察觉到有人在向他靠近 女人发出问候 可老白并没有回应 而是继续向女人靠近 突然 原来是女人的同伴赶来 大家之所以都戴着眼罩 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怪物 那怪物无色无形生活在空气中 只要人类看到他就会立即死亡 此时猎犬突然狂叫不 大家知道那个可怕的怪物又来了 于是几人立即聚到一起准备返回基地 很快老白就跟随几人来到了一处钟楼 老白在几人口中得知 他们已经在钟楼地下生活了很久了 因为那些怪物惧怕黑暗 所以躲在地下是最安全的 随后老白就表示 自己知道一个幸存者基地 那里不仅物资充益 而且方圆几十里都没有怪物 不如大家一起去那里生活 众人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打算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去幸存者基地 很快到了休息时间 然而就在这时 老白突然看到 死去的女儿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 老白不仅没有感到惊讶 反而知道了女儿来这里的目的 于是等到了深夜 他就偷偷来到了领队面前 然后掏出匕首割断了狗舌 少 충분或被大利家 姑娘 这illion点 不知道 所以 必须 务